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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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来收看这一节节目 我们同样要讲一个巴菲特 投资的小故事 这次要讲到的是一个 在他投资组合里面一个非常有名的公司 叫盖可公司 这是一家保险公司 那他的代表性也是 他是巴菲特 运用他从格拉罕 他的老师这边学习来 第一次运用老师的方法去 投资的股票 那我们先说明一下 当时巴菲特大约是20岁 他正在哥伦比亚大学 就读 那当时他已经学过了不少 跟证券分析相关的知识了 一定不是我们之前在那个故事说 他是11岁的巴菲特 自己做的一个自学的研究方法 而是真的受过学术的一个训练 特别是来自格拉罕的教导 那他学到了格拉罕跟陶德的一个观念 那他也经常跟老师去交换这个意见 后来呢 他就因为跟这个格拉罕的关系呢 他发现呢 格拉罕呢 当时是一家小型保险公司的董事长 这家保险公司呢 就是盖可公司 那盖可公司呢 他的全名应该叫做政府员工保险公司 那他当时很好奇说 格拉罕怎么会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呢 他想要了解更多呢 所以他就非常有调查精神 他就找了一个周末 他就搭个车 亲自到了华府去拜访盖可公司的总部 那当时呢 这家公司呢 是专门为政府员工来提供汽车保险的 那这家公司特殊的地方是呢 他的行销方法跟大家不太一样 一般在当时呢 大部分的保险同业呢 都是透过保险经纪人来卖保险 但盖可公司觉得这个 透过保险经纪人卖保险 然后让这个经纪人抽佣金的这个方法呢 这个行销成本非常昂贵 所以盖可希望呢 他可以直接用邮购的方式来卖保险给 需要这个保险的人 提供他们更优惠的宝贝 然后从而公司也可以 赚取更高的获利率 那到了1947年的时候呢 原始的这个盖可的股东家族呢 想要卖掉这些股票 那他这个家族 持有这个盖可公司55%的股权 后来他们找到了格拉罕 格拉罕就买下了这个盖可公司的这个大部分股权 并且成为这个董事长 那巴菲特去到访的时候呢 那是1951年的一个星期六 当时呢 警卫正在看到巴菲特的时候 看到的巴菲特就是一个20岁的学生 那觉得这个学生 看起来也不知道是来干什么的 所以呢 在听到巴菲特的来意之后呢 他就找了 警卫就找了公司的财务副总裁 想要来为他说明一下 那因为巴菲特就说明了他是格拉罕的学生 那格拉罕又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 所以财务副总裁可能就 会稍微有点尊重 代表尊重一下 然后就想要花一点简单的时间 就帮巴菲特介绍一下这家公司 但没有想到呢 他在跟巴菲特做简单介绍的时候 发现巴菲特这家 对这家公司 对盖可公司了解非常的深入 本来只是打算一个几分钟的闲聊 让这个年轻人呢 有一点机会可以学习 没想到呢 这个财务副总呢 就跟巴菲特整整聊了四个小时 巴菲特听了一堂 这个跟保险公司是怎么样经营 怎么样提高利润的一个 事业经营的课 那这个财务副总呢 也从巴菲特的身上呢 看到了这个一个 学制这个格拉罕这个老师的 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证券分析的一个技巧 那当时巴菲特透过这个过程呢 他了解到呢 盖可公司有两个竞争优势 第一个是 他的行销成本非常低 就如我们刚才说的 当年大家都是透过中介 就是保险经纪人来行销 这虽然是一个 扩大保险网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但这个成本会是相当高 那盖可当时就是用一个有购值值售的方式 来把这个利润呢 回馈给更多的消费者 那因为汽车保险是一个相对简单的商品 所以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 这个等于说对消费者跟对公司 双方都有利的一个经营方法 而消去了一个中间人在中间的一个 佔有的一些利润 那第二个呢 盖可公司呢 因为它这个是属于政府员工 替政府员工提供汽车保险 所以也就是一个很特殊的利涯市场 那加上呢 大家知道公务员有个特性呢 就是通常就是安全驾驶 保险的风险比较低 所以呢 专门针对这些员工 就安全驾驶型的员工呢 提供一个低保费的一个保险呢 也可以让这个公司跟客户呢 都各蒙其力 所以呢 尤其是这些公务员呢 在一旦开始买了之后呢 未来也继续习惯就跟盖可公司买 毕竟这因为它的这个保费是比较低的 那盖可公司呢 也针对他们呢 持续的做服务 所以整个这家公司呢 在当时是非常有利基的一个公司 那尽管盖可公司的前景绝佳 那 对巴菲特也非常的喜欢 但是呢 当时的巴菲特呢 其实他的 在他当时的 大概 他的资产呢 大概65%的这个资产呢 大概也就是1万美元左右 他就全部买进了这个盖可公司的股票 然后他在约1年后呢 他就卖出了这些盖可公司的股票 卖出的股票的价值呢 就是高达1万5千美元 也就是说呢 他在持有一年的时间呢 这个盖可公司让他赚了大概50%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报酬 如果说大家 如果有投资股票的话 就是你的股票只有一年能够得到50% 我相信你应该会很满意的 那这里更特殊的地方是在于 大家要注意哦 这个1万美元是已经是相当于巴菲特 全部资产的65% 所以他是用了自己绝大超过半数的资产呢 去押注在一个他有信心的标的上 这也是他后来长期以来一直标榜的一个 投资的一个信念 就是你要把你的 比较大部分的一个资产呢 押注在你对你有信心的地方 而不是要做了很多研究 最后只投资了一点点 那虽然即便哦 比如说如果假设巴菲特 只投资了1000美元或2000美元 那即使他赚了50% 那也是只赚了一点点 那就枉费了他 专程跑到华府去看这家公司 而且还花了那么长的时间 有机会跟这家公司的财务股总 做了一个升谈 所以这个投资经验里面就是 给我们一个一个启发 就是你在对你有信心的标的上 你一定要勇敢的敢投资到一定的比例程度上 这样你才不会浪费了你这个很好的一个投资机会 但是呢我们也要说在巴菲特这笔投资呢 虽然获利50%是很不错的 但其实他后来是有点遗憾的 因为如果他当时没有在1952年卖出盖克公司的股票 而是继续持有到1960年代的后期的话 这笔股同样持股的股票呢 会变成130万美元 所以呢巴菲特也经由了这个经历呢 了解到你不只是要敢于下注 而且要勇敢的长期持有 虽然你一年赚50%很棒 但如果你能多持有个10年 甚至20年 你会得到的是可能是百倍的报酬 所以盖克公司是巴菲特一个甜蜜的收获 也是一个痛苦的教训 这就是我们这堂课要分享给大家的